我们学过八字,以及一些数数 比如说梅花艺术,这个万物类像 当然,明白这个五行 可以代表万是万物,填甘地质也可以代表 总之它五行分为五类 那这五种颜色呢,如果映到动物身上 我们想象一下红色,狐狸 多半是红色,它这种大类比较多,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 那黄呢,黄幼,这学名 那就是黄鼠狼,在民间吐画黄皮子 那一般 更多的可能说黄皮子都成精了 然后,白 说法不一样,有的说是刺猬 有的说是老鼠 我们往后先说 柳 它 蛇,它颜色很多种 怎么分呢 它这个柳 像柳条一样 这个辣条 现在我们都这么说 灰 也是 这个刺猬或者老鼠,说法不一样 然后还有说白是小白兔 白兔成精的一兔精 也有 比较少见 这就叫外物行 什么树精啊 树妖啊 狮子老虎豹啊 什么什么 都出来了 熊啊,这还是比较常见的外物行 更有其他的动物 跟深山老林他们接触那一方灵性啊 你看我们常说 这个 东北,为什么这些比较多 其他地方也有 有的说法不一样 就顶桌子顶岸子 那或者叫弗鸾 或者叫弗鸾 同思等等 大西安岭 它的这一方地脉 比较粗壮 这个山很雄厚 这地气 地脉指的就是龙脉 这一个分支 北脉 那山 山气壮 这个树长的也多 风 风貌 所以 它这个也聚气 也这个能量很大 这一方水土呢 从东北黑土地 也不是白给的 你看我们东北人 也有很多优点 那相对于人之外的动物呢 很多时间长了 也成精 它千百年到 反正思绪后来有形无形的 也搞不清楚 它这个人 就接触这些东西 那跟动物的或者其他物种的 看见的看不见的有一个互动 哎 这方面就比较厉害 你看动物呢 它的 视力 嗅觉 听觉 那各有各的所长 基本上大多数都比人厉害 人就是嘴上比较会说 感觉上是如此 实际是不是还不知道 包括它的四肢 身体的这个 疗愈自闻 疗愈能力 那很强 而且到一定程度 动物也是有感情的 我们现在常看这个 那这些一些刷的视频里面 之前都看不到的一些奇闻异式的动物 很聪明 比如说几岁的孩子 我们之前说什么 除了黑猩猩啊 白旗屯啊 现在所谓科学研究认为 它的智力高 那除此之外 那别的动物就不行了 有的看起来也不好说 只不过人有一个顶天类地 它是直立着行动的 脊柱是通天彻地的 而动物全部是横着 你看是不是 要不去斜着也是横着 站不起来的 感觉西红尔 关键 精神 都可以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